大家好 在上一期课程中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Express.js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一些知识 这一节课呢 我们从Hello World开始写起 开始写一个简单的Server程序 首先呢 我把上一堂课的内容 三个基于HTTP Module 基于Connect Module 基于Express Module的Server的实例程序呢 都给它放到一个叫intro的文件夹里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从这个Hello World这个文件夹 这个空文件夹开始写起 首先 今天的大家就要跟着我一起写代码了 如果能跟上我的速度的话 就可以跟我一起写 如果跟不上我的速度 要下课多加练习 课后多加练习 使大家能够跟上进度呢 我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清理 我把不需要的文件和文件夹都删掉了 这样是其实是只有一个intro文件夹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根目录下呢 我们需要专门建一个新文件夹 暂时我们定名叫Hello World 用来讲 放置今天的课程的一个项目的project 我们先建立这个文件 就makedr 然后cd Hello World 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里呢 熟悉Nodejsproject同学就知道 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叫 package.json的文件 这样呢 我们就有就会有这个package.json文件 package.json文件是一个json object 里面需要是一个json object 所以呢 它就会 一般呢 这个文件都会有一个叫name的东西 我们暂且叫它hello world 然后 然后是一个description 就是它的简介 这里我们也是随便写名字 随便写东西 然后一般呢 还会有个叫version 任何一个project都会不停地更改version 我们其实一般其实在0.0.1 最后一个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dependency dependencies 有没有平行错误 好没有 在dependencies里面呢 我们需要引用 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这一期课程 这一期课程讲 这一系列课程讲到的这个express express这个外部package 因为它不是一个node原生的package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把它写写名 这一系列课程我们讲的是4.4版本4以上的express 所以我们这里写4.x 这样就会自动安装 node就会自动寻找最高版本的4.x版本express给我们安装 下一步下一步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我们已经有了package.json 我们就可以进行npm install 这样呢它就会给我们安装最新版本的4.10版本的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版本是4.10版本的express.js 然后它还帮我们安装了express.js需要的一些酷含一些外部的module 在安装完express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编程的步骤了 在这个根目录文件下 在hello world下呢 我们建一个新的文件 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今天的code所在放置的地方 就是我们暂且叫它index.js 然后在index.js里面呢 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 就是express 我们让它呢 require 熟悉node同学相信对这个require命令一定不会陌生 require的是express 然后呢 我们再新定义一个app 我们用express呢 初始化 用不传入参数 初始化一个app 这个app呢 就是未来我们需要 绑定一些变量 我们一般我们之后就会对这个app进行操作 因为是用express函数初始化出来的一个app 这是一个实例 这就是一个express实例 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先用一个app.use这个function 我们用use这个function呢 来给它传入一个叫express 这是express的一个静态 function express的static function 这个function这个function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一直是用localhost的地 来来test 我再把这里这个ip地址呢 这边给它或者域名呢 给它写成localhost 好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呢 刚才这两句 这句不用解释 懂得熟悉node的同学都知道 是引用这个模块 然后呢 这个就是调用express的初始化 function 初始化一个app实例 app呢 来use这样一个静态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express的一个静态 function 它存在于这个express这个module里面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用这个 这个是当前文件家 当前文件家路径的意思来 就是我在我系统中的绝对 当前的这个文件 Hello World这个文件家的路径 再加上public 也就是在Hello World下面 这个public文件 文件家 当成一个静态文件家 来让这个app使用上 它的意思呢 就像我们之前呢 最早在web1.0时代 写静态网页的时候 在你的一个文件家里面 有主页index 然后主index会跳转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页面2 页面2.html 光说呢 可能不能 大家不能很好理解 这里呢 我建必须建一个这个public文件家 建一个public文件家 在public文件家下呢 我建两个文件 一个就是index.html 还有一个 这才是一个anchor tag 好的 这边呢 我再写个5 span hello world 好的 这样的话呢 在public下 我现在就有两个html文件 这样我使用 这样我使用node呢 来启用 来调用这个文件 也就是在当前 hello world文件家下 我使用node.index 现在就启动了这个 index.js 这个程序了 我在这里面 在我的网页中 访问localhost 1234 1234 slash index.html 这样呢 其实呢 我就是进入了这个 从此以后的这个 localhost的冒号1234呢 就意味着这个public文件家 后面的路径 就指向里面路径 里面的任何文件 如果没有的 不存在的文件呢 就会报错 看 就会 说找不到 cana get index1.html 但是呢 它是可以找到这个 第二个叫hello.html hello.html里面 还有没有什么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写个hello world吧 hello.html 这边就是有这个hello world 刚写的hello world 我们再回到 刚才的index.html index.html呢 这个我这边还写了 一个anchor tag 让它跳转到hello.html 当我点它的时候呢 就会调整到这个 这就是在web1.0时代 我们的网页 我们所有的网页 就可以用如此 简单的一段代码来实现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 静态网页写在这边 如果大家编辑一个个人博客呢 这样其实已经差不多够了 因为只是要自己来update 这个页面嘛 所以这里呢 我们主要用了一个use 这个function 这个use function 可是在我看来是express的一个精髓所在 就是要说到我们今天使用的 要讲的 我们这一系列个人要讲的第一个 express API 就是这个use API use API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用 让这个app实力呢 使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后面这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它首先可以传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默认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第一个参数是可选参数 可选参数如果不传呢 默认参数呢 pass 默认 默认参数 是 默认参数是 呃 是根目录 是根目录 如果不传呢 就默认是根目录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呃 根目录下的任何文件就进 就调用后面这个function 呃 调用后面这个方 这个function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function呢 呃 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中间键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中间键 呃 中间键是一个什么概念 呃 可以体会一下什么是中间键 但是这里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又调用了一个express 呃 的一个静态的函数的一个 呃 不是这个静态的 不是这个的字面翻译静态的意思啊 是指说那个呃 我们编程里面那个静态函数 它是在express里 呃 下的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用来呃 服务一些静态文件的 呃 那么问题来了 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是这个中间键 也就是express或者呃 或者connect的精髓 因为express是建立在connect上的 其实中间键的概念是connect引入的 呃 中间键的这个概念呢 呃 就是呃 有两点 首先它归应该结底是一个function 其次一点是 它可以有无数多个 这边呢 我们给它写出来 首先呢 第一点 它等于一个function 哦 不好意思 等于一个function 第二点呢 它可以有无数多个 无数多个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无数次调用这个柚子 然后只要柚子后面传入的是一个官方 一个中间键 呃 就可以呃 被依次使用 呃 它需要是一个中间键 呃 如果它是一个中间键呢 这个中间键就呃 一般都会传入呃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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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response 还有next 三个参数 我们再把刚才我们的定义完善一下 等于一个function 并且这个function 呃 拥有request response next 三个三个传入的参数 这样就是一个中间键 大家可以把任何一个中间键 想成一个callback函数 或者一个handler 你可以有无数多个这样子 这样的呃 中间键调用 也就是用柚子来调用这样的中间键 其中呢 这个express theesthetic呢 其实它也是返回了一个这样的函数 长得像类似像这样的函数 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写一个中间键 现在呢 我们就亲手写一个中间键 好 我们先把我们这行 呃 public1呢 给它comment掉 public给它comment掉 呃 刚才不知道哪多了一个e 呃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最简单的中间键的use case的使用的实例呢 就是我们给它加一个logger 就是这边呢 是一个logger 就是logger 就可以任何一个来的request呢 我都会在这个command line呢 给它log出来是什么样的request 然后之后呢 我在第二个中间键中之中呢 无条件对于任何ul的访问 无条件的呢 给它返回呃 返回这个response.write 啊 我上节给大家展示过writehead这个函数 这就是写写那个header writeheader 给它啊 这边已经有了 给它这个200这个参数 呃 200这个hpcode 然后第二个是参数里面写一个 呃 content 为了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这边其实写在另一个地方写好了 写好了这个content type plan 然后呢 我也会复制过来上一节课 上一节课 我们曾经写过response response and hello world 也就是对于任何呃 请求我们都返回hello world 但是在这边呢 我会写一个logger 呃 我会console.logger 呃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 呃 request 写个incoming incoming reques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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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格 然后我们加一个 呃 request.method 呃 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让显示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呃 是get呀 还是post 还是 呃 其他的什么请求 然后再来一个再加一个 呃 request t 这个 呃 下一个这个终点键 好 我存一下 重启一下我的server 好 我重新调用这个 重新按回车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holloworld还是显示了出来 并且呢 呃 也就说明他执行到了这里 并且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incoming request的get 想get to一个ul 什么ul呢hp.html 我这边呢还可以写更复杂的 ul 这边都会log出来 也就是呢 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可以加一些 像我上一节可说的 加一些ifstatement 如果 比如说 这边 呃 加一个if ul 等于 等于 根目录的话 如果我的请求是根目录的话 我就 content header 告诉大家 这是 this 这是index this 意思 呃 这是home吧 这是home page的意思 如果else 如果else呢 我再调用这个next OK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程序 那如果是hello的话 呃 就是hello world 我是任何其他的东西的话 都是hello world 但是呢 我如果请求的是根目录 就是不一样 就是this ishome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行改造 既然可以有两个you 我们能不能有三个you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把它复制下这个you 这边呢 我们呃 不用再再再返回呃 二百了 返回404 404是什么意思呢 404就是not found的意思嘛 就是我们天朝的呃 呃 呃 报名的最常见的一个东西了 啊 呃 这边404 呃 呃 告诉大家404 大家比较常见是404not found的 对吧 404not found 好 呃 但是在这边我们有这个根目录 我们再见一个新的 嗯 情况 就是about 如果我们看到unl是 是slash.about 我们就会return 呃 这意思 呃 比如说我们叫mys.edu 就是告诉他们 这是mys.edu 然后 如果不是about的话 就进行next 就return404 这样的话 我们的网站呢 意思我们网站只有两个页面 一个是主根目录 一个是about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了根目录是home 然后呢 我们写about this ismys.edu 呃 然后如果我们请求的是其他网站 比如说我们请求 请求 呃 xxx 就可以看到404not found 然后可以看到server的request 我们来inspect一下 这个network request 可以看到它的status是404not found 这边就会给那个 呃 浏览器呢一个arrow 我们 呃 基本上就介绍完了 如何使用这个中间键 如何写一个基本的中间键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 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 如何使用use function的这个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pass 一个可选参数 这里呢 我用这个static 用这个express.static这个express 自带的中间键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也就是 我呢 如果 请求static 文件夹的话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是如果static的话 呃 点index static 点index 斜杠index.html 是not found的 但呢 我如果把这个存了以存了以后 存了以后 然后我重新启动一下我的index 现在我刷新一下 我就可以看到它真的访问到了这个 public.html public下的hello.index.html 也就是它是依次依次向下寻找的 在第一个中间键之中呢 就找到了我这个static index.html 它就不会向下寻找了 掌握了express中间键的 一些基本的使用方法之后呢 看似我们已经掌握了express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中间键的形式呢 来实现我们大多数的需求 也就是根据不同的method 或者不同的unl 来进行判断加if 判断如果是 呃 如果是呃 什么样的情况 呃 return不同的结果 或者根据如果是static 就return一些inmage 来host一些inmage 返回一些jsonobject 或者contenttextplan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呃 来实现 但是呢 其实不然 我们使用express的原因呢 就因为它简单 它简单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大量的 呃 使用的function 来实现这像这 类似于这样的复杂逻辑 这就是我们下节课将要介绍的express路由 呃 这里做做一个预 等于是做个预告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今天教大家写了一个简单的holloworld程序 呃 并且给大家呃 介绍了第一个api的使用 也就是app.use 啊 并且还介绍了中间间的概念 就是这一节课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下节课再见